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 小九月呢,答应离开了 但是呢,又跟我提要求了 是什么要求呢? 本来呢,是吧,小琴就是说给了我10万块钱 让我呢,尽快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然后的话呢,我也跟小九月说过了 我说呢,是吧,看着我们这四年的分散 是吧,不管怎么样,对不对,对错也好 反正呢,是吧,起码的话呢,就是说 也有点感情嘛 还有的话呢,是吧,中间呢,还有一个儿子 我也看在儿子的分散 看着呢,这些年是吧 你,不管是富足的也好,不富足的也好 这个分散,对不对 我呢,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呢,过得比我好 然后呢,你离开这里以后呢,有一笔钱 可以的话呢,是吧 下半身,下半辈子 你呢,想去做点投资也好 想去开点门面也好 想去上班,就是把它存到银行里面去吃点利息也好 是吧 不至于说身上呢,一分钱没有有 从我们这里离开了以后呢,感觉到一毛钱都得不到 我就说再给他十万块钱嘛 他不愿意 觉得呢,太少了 跟他心里面的这个想法呢,有点达不到 然后呢,提出什么要求呢 就是让我在这个十万块钱的这个基础上面啊 再加十万块钱 意思呢,就是说 一起呢,就给他二十万 给了他二十万以后呢 他就立马离开 不再纠缠了 他呢,现在看到我就说是吧 日子越过越好 心里面呢,很不是滋味 觉得呢,是吧 哎呀,跟我离婚了,对不对 立马呢,是吧 又找到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的 更加呢,是吧 会持家的 更加呢,有钱的 然后呢,这个事业上呢 更加有帮助的 而且呢,我不是去买了一辆这个新车嘛 他就觉得是吧 跟我在一起四年,你都不去买车 然后呢,现在跟我离婚了 跟我分开了 两个人不在一起了 你立马你就去提车 你什么意思嘛 以为呢,我是在弃他 以为呢,我是在他面前 显摆 在他面前呢,就是炫耀 其实呢,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啊 我买个车也好,怎么也好,是吧 我只是为了,就是说 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 那有时候家里面的人多了 对不对 你去外面去旅游啊 或是说过年啊 回这农村去走亲戚啊 有时候呢,带的东西又多 是吧 你开个电动车 那始终是不方便的嘛 我有个小车了 有时候天气太冷了 或是下雨天,对不对 那出行的话就是很方便的嘛 想去呢,加满油了 直接去就行了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想法 在他心里面呢,觉得呢 是吧 我在他面前显摆 他就嫉妒嘛 就觉得呢 我肯定要日子过得比你更加的好 你不是有钱吗 对不对 你不是有钱买车吗 你不是有钱去结婚吗 干嘛的,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给我更加多一点 十万块钱 他说的 还不够 我就说是吧 一年花的 我一年两年 我把这个钱花完去了 那到时候呢 我变成一个穷完蛋了 我怎么办啊 我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啊 现在呢 他身上有了差不多二十万的这个十番钱 还不满足 让我呢 再拿二十万给他 下单说是吧 结婚四年的时间 在一起四年的时间 每年呢 我要给他十万块钱一样 呃 吃喝玩乐 全部负责去了 网购帮助娘家是吧 也全部负责完去了 现在的话呢 两个人呢 不在一起了 两个人呢 是吧 没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瓜葛了 还让我呢 就说再给他这一笔 这个东西怎么达得到吗 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辛辛苦苦挣的 哪怕我出去上班 我一个月一万块钱的工资 我要吃 要喝 要负责家里面的一切开支 你存下来的 你哪怕你一万块钱 你也存不了一万块钱 你知道要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你才能存到十万块钱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是非常精打细善的情况下 不敢怎么乱花 如果说乱花的话呢 基本上呢 是把一分钱都存不了 所以呢 我也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我说我考虑一下 其实呢 我考虑就是拒绝了 这个东西我不管跟谁商量 我跟是吧 我父母商量 我跟小青商量 我哪怕我自己不跟艳克商量 我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呢 我心里面我都下不了 这个就是这个决定 我觉得呢 有点与你不合 对吧 你说呢 你有困难 对不对 那我可以拿出一点来帮助你一下 帮你渡过难关 对吧 有一句话说的嘛 救急不救穷 是吧 你用钱比较急 我呢 可以就说 帮你一次 但是呢 我不可能就说帮助你一辈子 还跟我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换作艳可一个人 是吧 换作艳可一个家庭 那谁能拿得出那么多啊 你说要20万就要20万 那当时我给了你20万 你又跟我说你要40万 我给了你40万 你说你要100万 这东西永远就是这样子耗下去了 而形成一个死循环了 远远的解决不了了 说呢就是给他10万块钱 他要就要不要就拉倒 对不对 给他10万块钱 对